可以的一克十块钱随便吃 我出来还给你 这么值得还给我也十块钱 你知不知道我是本地的 刚刚准备好要出门 听到我爸的车回来了 他应该是去钓鱼 我听我妈说 最近钓鱼都钓了不怎么好 好像经常就是没有什么收获 走带大家下去楼下看一下 看我爸今天有没有钓到什么好货 南花蟹一只 你吃饭不是要吃饭 吃饭 不常一吃饭都被人家买光了 冷冻不定吗 这家面都吃饭 吃饭就吃饭不了 吃饭吃饭就吃饭了 吃饭吃饭就吃饭了 吃饭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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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没了 没了 你别急啊 有一个好小的啊 马去啦 没叫 找到了 来 这个呢 你不吃我也不给你 阿伟把我拿下 我又要去洗手 基本上是全部都没有了 就留了几只 就是那种很小的那一种 就不知道怎么比喻 就是反正我爸也不怎么想要的那一种 说的有点夸张 就是留了一些比较小的 然后在我朋友店里面 你去那里吃饭 直接拿去那里煮 不过他们已经煮好了 看我吃一个这个 可以的一颗10块钱随便吃 我偷偷还还给你 偷偷还给我也10块钱 一颗10块钱你抢钱 这时候不抢钱哪里抓到钱 我跟你讲这个人记住了 以后不买他东西了 你要拍下了 从这里过10块钱 你知不知道我是本地的 你还收我10块钱 10块钱多吃一个 这块钱 我卖你10块钱3块钱你不敢买 我不敢买吗 讲这种你卖我肯定敢买 卖你10块钱你不敢买了 你卖看看我就敢买哦 现在肯定不卖 现在不卖啊 你闻得出来吗 我闻的香不香而已啊 那爱知人都说香好不好 讲这种哪里臭臭的东西 还要买他干嘛 真的是 拿大的 便宜我就拿大的 这两次我买了 我再给他吃一个 拜拜 你自己慢慢看见 回到厦门 我有吃不完的水果 这里面还是可以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冰箱里面 橙子还有两袋 然后樱桃 还有青菜鸡蛋 重点是啥 重点是 昨天买了10斤的羊梅啊 还剩12345 然后泡一点笋子 这个笋干不是从老家带回来的吗 还没开吃呢 我婆家他们不是 不是很喜欢这玩意 这个我自己晒的笋干 肯定很好吃 不是我在说 泡一点 明天找到我妈押一下 炒一点五花肉 我家的人都喜欢吃 吃笋干 多泡一点的 哎呀 真的是 弄太少了 应该多去找一点的 都懒我发现 其实我是一个贪吃鬼 我是一个真的很爱吃东西的人 嘴巴老师都是 都不停 这吃吃那吃吃 各种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贪吃 讲实话 真的 不过现在说真的 我也就是很少在家自己做了 出去你看 这里吃也可以 那里吃也可以 我妈那里吃 出去外面吃 都是这样 黄冰糖 买这个冰糖 其实是为了煮小龙虾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真的 我跟大家说个实话 我在秋子那边买了10罐 还是十几罐的黄冰糖 都是煮小龙虾煮完 就煮了几年 以前人多嘛 吃的会更多一点 现在人少 比较懒得煮 但是冰糖已经没有了 还是得那个的 真的 黄冰糖 更个底了